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提前时间到沙卡档 结果却遇上强症 不只接触到一家五口 也有遇到新加坡的夫妻 毕竟导游工作做久了 对于山林地点很熟悉 也给了救难人员关键线索 通常太鲁阁的一日行程 从沙卡档步道开始 再来往燕子口流芳桥 中午到天翔休息吃饭 折返到岳王亭九曲洞 最后回到部落丸吊桥 这名河姓导游带团十几年 虽然不是本地人 但因为热爱花莲的自然纯朴 才会搬来到这里工作 国内外旅客都接 主要就是带团来太鲁阁国家公园 几乎天天都要上山 但这次地震走山严重 整个月游客数归零 影响生计 未来该如何是好 虽然无奈但也庆幸地震发生的时间 不是在廉价期间 未来自己也会另辟其他景点 继续让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的美好 TVBS新闻李明慧 专卡玉兰亭 花莲采访报道 地震当时一名Uber驾驶 放慢车速跟家人在隧道躲过一截 美丽的台八线一系变成世界末日 当时前方一辆机车两辆汽车 刚经过181K靠近宁安桥的路段 大量的土石就像海浪一样席卷而来 只是没有几秒钟的时间 前方的人车已经完全看不到 碎石不断从陡峭的山坡滚下来 不仅砸中车辆 厚厚的尘土也开始堆积在挡风玻璃前 直到最后眼前景色灰蒙蒙 当时人就在现场的驾驶 听到这个声音逃过一截 我分心就是要去关简讯 所以我车速慢下来 所以我没有出隧道 然后马上石头就掉下来 对象他们三个 我就看到他们三个被击中 可是大概两三秒的时间 就看不到他们了 因为都烟雾了 等到没有余震 开Uber的司机张家硕 才晓得和亲人逃过死截 照片拍下的全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回忆 自己的爱车也变成这样 想要掉头离开时 却看到石块挡路 只能在隧道里避难 原来三辆七机车全部被落石击中 一名驾驶当场死亡 另外两个人全被张家硕解围 而受伤的女骑士就是三月春的女员工 事后宋一躺在病床上的女员工 命是捡回来了 但免不了伤口疼痛 9号也在手臂不肿胀了 顺利开刀 而这几天同事怕他难受 轮流到病床打气 经历这次生死 驾驶张家硕逐渐恢复平静 救人却不邀功说 谁遇到了都会这样做 TB情人正胜为韩尚伦 特别报道 遇到强症的高三生黄家安状况 不是太好 现在医生还一度判定 有机会可能会呈现闹死状态 腿部多处骨折 救难人员快速固定伤口 忙着包扎 在太鲁阁精英酒店 建教实习的高三生黄家安 强症发生时 他正好搭交通车去上班 却在酒取洞被落石砸中 双腿遭重压一夜后 抢救出来的时候还一时清醒 但送医后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6号装上叶克膜抢救 8号出现肺栓塞 如今疑似呈现脑死状态 胸腔科医师苏一峰 PO文指出 高三生被救出一两天后 心脏骤停可能是出现 羌食症候群 由于被巨石酒压 缺血细胞坏死 当巨石移开后 腿部血中的血栓 细菌 甲离子等坏东西 被带出来 才导致现在的情况 最佳处置方式 应该先打点滴 大量灌水 再慢慢移开石头 但第一线医疗人员不足 现场情况紧急 才演变至此 目前弟弟的状况 已经真的是不太理想 他医生就建议我们说 先回家做讨论 他就决定让弟弟说 再有那个什么 突发事故发生的话 就不用再动刀了 就让弟弟稳稳的手 黄家安疑似呈现脑死状态 家属透露会观察几天 再做最后决定 TVB新闻 花正森 郭颖 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再来看台八线抢通 记者实际前往沙卡当步道 沿路上看到明隧道 钢梁垂落 还有工程车被砸毁 由于重机具持续的挺进 预计10号能够抵达 前进沙卡当步道 算台八线的这里已抢通 但一条钢梁就这样 垂落悬挂在空中 采访车路过还得放慢速度 就在开放后 记者才晓得 这几天搜救人员 他们经历了什么 一路上看到许多护栏都有缺口 还有两辆工程车停在现场 车体呈现V字形 过了不久 终于来到沙卡当步道的 进出入口 可是却是这副模样 实际来到沙卡当的步道出入口 可以看到 这步道原本是有一些 钢梁跟护栏挡住的 但是地震当下 落石全部把它们给砸烂了 现在这个地方 也是搜救队员唯一的出入口 出入口因为被落石砸中 严重毁损 看看之前的模样 后续还得维修 否则游客很难进入 而沿途的步道 本该避免滑落的护栏 东缺一块西缺一块 河道上也有挖土机 抢通时经过的痕迹 重机区的部分 只能仰奈这个河道来做通行 可以看到 原本都是一大堆落石的 重机区都把它们开挖 清出一条路 而且地上还留有重机区 经过的痕迹 为了持续找寻新加坡籍的夫妻 还有游行一家五口 另外三个人的下落 搜救人员沿着陡峭的山坡 缓慢移动 每一步如果不小心 底下都是万丈深渊 而且还会遇到土石崩落 就怕后面的人不晓得 就让人员吹哨子提醒 今天除了在步道0.85K的位置 找到新的手套 也带回8号发现的鞋子 提供给家属指认 而重机区也持续往前挺进500公尺 预计10号就能抵达游家人失踪的地点 可以赶快让两名罹难者脱困 前进指挥所传来歌声 原来是新陈国小的学生 他们自发信到这里 送卡片和唱歌 帮救难人员打气 随着重机区的进驻 将带给救难人员更大力量 也正好呼应着这歌曲的名字 明天会更好 TBS综合报导 一名住在花莲8年的美国人 在当地当导游 强政当天还好他没有带团 幸运躲过劫难 而当地不少外国人 也被强政吓坏 有地震专家甚至警告 花莲东部海域 有一个琉球影墨带 一旦诱发地震 规模可能达到8以上 过去吧 小心哦 慢慢来 不急 不急 慢慢来 TVBS采访团队 挺进强政后的花莲泰鲁阁 一线像是停格在 4月3号的7点58分 被落实砸毁的工程车 还没拖走 通往沙卡达 步道沿路都是碎石土堆 沙卡达路口处的白色铁栏杆 被大量落石砸中 扭曲变形 标志牌掉落不见 大家熟悉的步道围栏 柔长寸断 过去最令乖光客惊艳的鬼斧神工 美景不在 昔日的青山绿水招牌的白色实施不到 如今却是断裂破碎 游客络绎不觉得太鲁阁 现在宛如与世隔绝 观光产业瞬间暂停 在花莲住了八年的美国人爱达 回忆起这一次强镇 刚好在家没带团 结果家里水塔全岛 至今还在收拾餐局 而他平时担任导游 这次的强镇重创观光 他也难免受到影响 近年像爱达这样 受到花莲自然美景吸引 定居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但是这一次地震 是25年来最严重 目前就读东华大学研究所的 俄罗斯学生也吓坏了 地震当下 他和先生带着爱猫 赶紧跑到户外避难 家中市一片狼藉 另外还有在花莲经营民宿的 日本人也是心有余悸 坦烟在强镇过后 旅客被迫退房 也担心从此之后的 震后观光复苏 可能会是漫漫长路 事实上在这次强震过后 台湾地震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 马国奉就警告 数据显示 平均60年到100年 会发生一次规模7以上的强烈地震 而0403的强震过后 琉球海沟的能量累积依然存在 这从台湾东部海域 一路延伸到日本冲绳的 琉球影墨带 可能就会引发规模超过8以上的 超强地震 日本也曾经模拟过 若是达到规模9以上 就可能引发全区的严重海啸 事实上在日本冲绳 当地学者也已经针对 琉球影墨带 多次提出强震警告 在今年元月 日本能登半岛强震过后 专家就认为四面环海的冲绳 如果真的遇上琉球影墨带 错动的强震 救援恐怕只能靠自己 这回台湾规模7.2的强震 临近的日本菲律宾大陆 都齐发海啸警报 若是真的琉球影墨带发生强震 那恐怕是全区都得做好危机应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花莲强震这次设置的安置所 当中一个新的设计临时帐篷 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 那么他们还提到了 地震发生后的三个小时 病难所就能够开始收容灾民 台湾的救灾速度 值得日本借进参考 一阵天摇地动 花莲市天望新大楼 就这样硬生生被7.2强震震道 不断倾斜必须拆除 里头的住户也逼不得已 得住进临时帐篷里 这排往后退非常红色线 所有人听指令 有的负责清空场地 有的负责搬地点 因为有收购训练 志工们只要花一分钟 就能以最快速度打起帐篷 让室内体育馆摇身变成临时避难所 这帐篷睡起来还挺舒适 就至少有隐私的空间 就不会让别人直接看到 我们在里面做什么 小小两平大的帐篷都有坐隔间 甚至有的帐篷还分家庭室或两人室 现场还有来自各界的爱心捐助 包含饮用水和热食等 捐赠来源有超过100个 像我们三餐的时间都会有一些 就是在地的店家或是民众 自主性的送来一些餐点 比如说卖鸡牌的 他们就捐他们的鸡牌 花莲这次强政后 不管是在避难所的设置速度 或是提供的热食等 让同样地震平平的日本高度关注 为了提供灾民更好的隐私 台湾的团体研发了这次安置灾户所使用的帐篷 主阵发生后三个小时 就可以开始收容灾民 让国际媒体赞叹不已 不过事实上 日本在临时避难所的设计 也很用心研究 2011年3月11号这天 日本发生规模9.0东日本大地震 造成严重破坏 避难所的灾民只能睡在瓦楞纸板上 相当不舒适 有日本建商体恤受灾户的需求 搭建这种墓制临时住所 这一栋木制屋造价要250万日币 大约台币52.8万元 酒坪大的空间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能隔出两房家餐厅 该有的日常生活需求应有尽有 随之时间过去 原本的木制临时住所 也进化成可拼凑堆叠在一起的组合屋 而且还是移动室 送到定点后 只要装上自然水管下水道 电力和瓦斯等就能立即安置灾户 除了建商还有一名来自民谷乌市的大学教授 研发出一种只要四小时就能搭建完成的 即时住宅 大约的地球 膜を膨胀 内側にそのまま入って 内側から断熱材 横の場合は吹き付けて固めていく そうすると空気を抜いても 結構固くなってくるんですね 这名教授耗费5年反复测试 研发出这种充气式即时住宅 材料重量只有480公斤 但却可以抵抗 每秒80公尺的风速 甚至还能抗震 去年2月土耳其叙利亚发生 强症 这款即时住宅就排上用场 为土国灾民提供暂时的安全住所 TPP的新闻 综合报道 再来看AI崛起台湾受惠 台积电市值占台股超过30% 更等于台湾一年的GDP 不过Google台湾前董事总经理 简利峰抵出了隐忧 他认为会让台湾 立为世界最危险国家的原因 不是两岸关系 而是因为高度集中在 单一产业跟公司 大家提到台积电当然都很高兴 但是产业过度集中 也要思考危机的可能性 电信业者策略性领头跨国AI公司 共获得台币6.6亿元资金 加速AI研发创新 深层式AI解决企业需求 是不可逆趋势 全球发展AI过程中 台湾高科技产业扮演举足轻重角色 也是世界首颇受惠于AI的国家 PC产业为基础 创造出设备需求 过去曾担任Google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的简利峰 一方面看好 另一方面也看出隐忧 我想这个深层是ALA 带来一个台湾绝佳的机会 这个机会当然也让台积电 到了全世界舞台 它现在不是只是台湾的台积电 也是世界台积电 但是因为台积电成长非常非常快速 它已经占我们 它的市值相等我们的GDP了 所以我们也要思考说 在台积电之外 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兴产业 可以在这样一个半导体优势之下 让台湾长期来讲降低风险 他认为台积电市值占台股市超过30% 更等于台湾一年GDP 这让台湾被列为 世界最危险国家的危险因素 因为高度集中在单一产业与公司 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国家 当它单一的公司单一的产业 在它GDP跟股市那么重要 那么大的比例 它本身就是个风险 企业要有风险意识 国家也要有风险意识 这是肯定的 短期内来看AI半导体晶片 高科技产业的蓬勃 当然是好事 但因为产业都有循环 必须思考它的危机可能性 它占制造的产值将近是两成 它对出口也占台湾将近四成 然后它的贸易顺差 占台湾的总顺差 接近台湾的总顺差 所以其实是有点高度的集中 所以当然第一个风险就是 包括如果说将来地缘政治 像美国如果有些地缘政治 也会有风险 第二个是AI的应用 会带动一些新的一些替代性的效果 台积电入列世界十大市值公司 AI时代真正的21世纪石油是数据 半导体是过程 重要的是如何把半导体 衔接数据结合起来 AI第三波就会带动各行各业 叫产业AI化 所以产业可能AI会用到 你说金融 保险 零售 汽车电子 各行各业是会制造 无人机是会农业灌溉 所以这里面就像怎么样台湾善用AI 来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 就比较不会去所谓的空洞化 或集中在某些特别的产业 发展AI的过程 美国在创新 扩散 应用 三大指标都领先 但台湾在应用创新指标相对差 虽然我们在制造方面很强 但是在某一些供应链 我们可能在最前端 还有最中端 我们还是比较弱一些 最前端就是研究跟创新的这些活动 因为产业结构的一些特性 我们在这部分可能稍微弱一点 但是我们台湾其实也是蛮幸运的 因为我们都是跟国际第一流的厂商 在搭配 在合作 替他们去做制造 他们要把产品的制造方法告诉我们 我们才有办法去制造 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合作 得到很多先进的技术 我们其实是透过这种合作的方式 来解决我们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最终端的部分就是产品的行销 品牌的维持 这部分可能也是台湾相对比较弱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NVIDIA现在最近的发展 台湾可以扮演一个全世界真正的 AI Foundry 就是全世界的AI铸造厂 这不只是半导体铸造厂 大概是AI 那就可以结合软体跟硬体 可能台湾过去软体比较薄弱这件事情 可能会在这个AI时代里头 让台湾更大的机会 AI和半导体两者互相依赖 两个产业呈现螺旋式上涨态势 除了硬体外 台湾若能多点创新 更能让自己立足不败之地 TVBS新闻 陈鲁小阳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再来看国际金价不断的攀高 周二每盎司抽破了2350美元 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卖黄金变现的热潮 这波金价的飙涨 跟几个国家的央行大买黄金 有关系 像是中国大陆连续17个月 增加黄金储备量 新加坡买黄金的数量 也成为了全球第三 除了国库储备功能 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货币之有 随着国际金价走高 各国都出现黄金回收热潮 相反的想买金饰品 就得花更多钱 我们回到前面的货币 我们要10万元 然后我们要20万元 43人 南韩首尔黄金回收柜台 顾客络绎不绝 莱克量和往常相比 整整多了两倍之多 不只南韩东京银座的珠宝业者 也有类似感受 还曾遇过隔壁牙科诊所患者 拿来刚换下的金牙想要变现 周二国际金价每盎司 还是来到2300多美元 这让许多原本就有投资黄金的民众 洗上眉梢 经价攀高之际 中国也扩大持有黄金 大陆人民行公布 三月底黄金储备已达7274万盎司 连续第17个月增加黄金储备 大陆人所买黄金 各种乱象也跟着发声 近日多位消费者反映 北京多家品牌黄金门店关门 导致消费者托管的价值上亿的黄金消失 有多奸打着帮投资者 托管黄金的业者 恶性倒闭 虽然的店家大门深锁 民众完全无法提领黄金 那金店呢 要么把金借出去收不回来了 要么呢 他加杠杆融资 资金链断了 又或者说 他压根就没有那么多金 这个交易本身可能就是虚构的 研判又是一起典型的庞氏骗局 除此之外 香港也破获一件最大规模的黄金走私案 有不法分子 企图将150公斤的黄金走私到日本 将摩打的軸心拿了出来 我们见到金属件的两侧 有一些不尋常的膠水迹 手法就是将黄金 隐藏在空气压缩机的齿轮上头 幸好香港海关透过X光机检查 发现部分零件密度很高 仔细看才精觉里头暗藏黄金 将纯黄金的机器配件 去浸到一些液态的金属那里 目的是要倒上一层 和钢看下去好像同一颜色的物料 他们这些铸造方法 其实我们看到是相当粗疏 这些黄金若成功走私 日本估计可逃税大约台币3400多万元 不过说起全球最爱买黄金的国家 华人很多的新加坡也榜上有名 去年新加坡媒体罕见曝光政府的秘密金库 根据统计新加坡去年就购买了76.51吨的黄金 仅次中国大陆还有波兰全球排行第三 就近期金价涨势来看新加坡的黄金储备价值肯定更高 过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自豪 国家储备净投资的回报贡献NIRC 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相当GDP的3.5% 这几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使得避险性投资需求上升 进一步推高金价 不过民众还是要盛防近期金价有过热的现象 投资前还是要多注意短期可能上演的翻转风险 叶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今天十点不样精选 先来看在疫情影响之下 2021年制造业景气好 当年的制造业加班工时15到16小时 2022年下半年全球景气趋缓 加班工时才下降 不过从去年7月到现在 制造业加班工时已经连续7个月正成长 与同事开会讨论工作进度 以及规划活动细项 负责公司行销企划的Lily 工作两年半来又遇到公司的活动日 偶尔也得加班 遇到公司大活动 加班补修还能够接受 而上班时间时不时有工作交办事务 不过下班时间这样的声音 恐怕就会很恼人 如果说就是下班之后的话 就是公司的群柱 基本上还蛮安静 就不太会有工作的讯息在出现 因为如果说假设是特定时间有活动的话 那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 然后也会分配说 谁在那个时间要上线 去做一个协助这样子 工作了一整天 关掉电脑下了班之后 其实大家都不想要再接收到 跟工作相关的讯息 不过以台湾来看 现在加班比较严重 主要是落在制造业等等相关的行业 主要原因就是为景气的复苏 整个需求量也跟着提升 在疫情影响下 2021年制造业景气畅旺 当年的制造业加班工时 达到15到16小时 隔一年下半年开始 全球景气趋缓 终端需求疲弱 国内制造业表现不佳 加班工时下降到13 14小时 不过从去年7月到现在 制造业加班工时 已经连续7个月正成长 今年1月更回升到15.3小时 年增2.2小时 另外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1月加班工时23小时 年增4.8小时 3K的这种传统产业的制造业 其实它有一些 大概今年的这个开始 才慢慢复苏 有一些像这个半导体 他们可能去年的这个10月之后 就开始复苏 到去年的大概也是第四季左右 慢慢也有一些产业开始 它的库存去化到一个段落 所以它的这个生产活动 又开始增加回温 然后当然连带的 你这个生产活动增加回温 那劳工的这个工作量 工作时数也会连带的会成长 依照劳动部公布的2023年 劳工生活及就业状况 2022年6月到2023年5月 延长工时占41.2% 比2022年调查下降0.8个百分点 其中以电力及燃煤供应业 有延长工时占63.1%最高 运输及仓储业 医疗保健业都在五成以上 而加班也得依照劳基法 给租加班费或是实数不休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普遍的 越来越年轻的世代 他们是越来越不喜欢加班的 所以会有加班比较严重的 可能还是在刚刚提到的这些 可能他的营运不能中断的 或是他在快递服务 他6日也需要快递的 这样子的服务的产业 会是加班的大众 过这些数据 除了显现正在踏上景气复苏的荣景 也凸显出制造业科技业的人才 短缺问题 制造业它其实现在景气比较好 缺工的议题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人力没有补足之前的话 其实加班被要求加班的状况 可能还是势必是会存在的 如果这样子职务需求的 其实会建议大家在面试的时候 应该要跟对方讲清楚 不要让他到职之后才发现 原来加班的状况这么频繁 或是假日我一定得要支援某些活动 人资专家分析 新近年轻员工大部分都比较希望 生活工作能够达到平衡 如果加班频率太多 恐怕就会让员工的工作热忱 快速消失 TVA新闻 余星海流军台北采访不到 经济部四月开始店价平均调涨 大约百分之十一 对于餐饮百货的民生消费业者而言 又是一波成本电高 而为了对抗店价调涨 北市府就补助服务业 台湾老旧的耗能设备 来减少每月的用电赌数 最高可补助300万人 酥脆外皮香气四溢 热腾腾的可颂出炉 每天热卖400颗 但开门做生意 用电就是少不了的成本 这间可颂专卖店最耗电的设备 就是烤箱几乎全天候运作 另外咖啡机 还有我眼前这台松饼机 这些身材工具 也都是吃电怪兽 如今店价调涨后 每期的账单恐怕得多增加 近万元的电费支出 主要冷气 冷气也是一个 蛮大用电的东西 一期也会多5000到1万 每个月可能至少 就多好几千的成本支出 一般来说烘焙店 用电量都不少 一台烤箱月耗电 约300多度 若以用电量较凶的 面包店来说 每月用电量约2万度 电价调涨后 月电费就会增加1万元 电价成本一旦增加 到时物价势必跟着涨 对餐饮百货等 民生消费业者而言 又是一波成本电高 而对于举办大型展览业者来说 用电量更是可观 为了对抗电价调涨 台北市府就补助服务业 泰换老旧耗能设备 减少每月用电度数 最高可补助300万元 用冷凝的机组 然后可以做一个节能的补助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用变频式的冷凝机组 然后还有数位电表 所以这个数位电表 就是可以结多少的度数 或者说这台机组的所有的资讯 就从这个电表 就可以得到那个资讯 那么市场的熟食摊 就设置变频冷凝机组 节电率达8成 预估每年可减少3.9万度电 约14万元的电费 我们自从换了这个 变频式冷凝机组的冷冻库 就是每个月可以帮我们 减少好几千块的电费 银如果是跟以前比起来的话 它要3万多元 就单一台的冰箱 要3万多块 现在是2万出口而已 它的造价会稍微高 大概四五成 所以它是会从每个月 会把它再补回来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样子算起来 整个下来是可以省到很多电 而且又可以节能减碳 经济部这次电价 平均调涨约11% 每度电价提高至3.4518元 台湾已经连三年调涨电价 但截至去年底 台电累计亏损 仍高达近4000亿元 这次电价调涨 增加600多亿收入 预计全年亏损会缩小至100亿元 不过累计亏损仍会高达3920亿 专家指出 涨电价只能解决短期破产 根本问题是 能源政策需要改变 你用这个比较高的燃气 还有比较高的再生能源来替代 当然你的知识就增加了 但是你的收益除了提高电价以外 就是不够嘛 没有办法反应 就是没有办法cover你的成本 所以它才有亏损 这个情况会继续下去 因为今年马上核山的六月一号机也处移了 有更多的比较贵的店来替代它 明年核山的二号机也下来 这个成本就会继续增加上去 是非能源政策改变 不然的话继续还要再涨电价 电价涨身不断 遇上夏季电费又会更高 通膨的预期心力已然浮现 恐让物价再创新高 TVBS新闻 黄冠伟 罗世鵬 刘燕轩 台北采访不到 台股占上两万点 闲下历史新业 不止AI类股涨 民众也疯抢ETF 台湾市场ETF的规模 从2020年底的1.7兆 已经翻倍增加到 2023年底的3.8兆 其中高股息的ETF就占了1.1兆 像我自己本身的话 我指数型的ETF 我都是关注这四兆 最近比较热门 大家会去讨论的议题 就是美债的相关的事情 开始会有一些针对于 债券型的ETF开始做 这个推陈出新 一早丁盘选好投资标的 也会在盘后做分析 Justin长期投资台股 有自己一套规划 对于现在最夯的ETF 也有涉略 不过大多是做长期持有的配置 像0050 它就是完全追踪 台湾的大盘指数 这种标的我就会去买进 那另外一种我就会可能买 它是比较能够做 稳定现金配息的 例如说0056 00878 或0073这些 这种比较老牌的ETF 那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可以稳定 做计配的 一个现金流产生的一个工具 在AI拉台之下 台积电 联电 伪创等等相关 供应链都有不错成长 再加上大型全值股 益柱下台股夹权指数 在3月8号冲破2万 为台湾股市写下历史一页 除了几档各股受关注 指数型股票基金 ETF也是炙手可热 台湾市场ETF的规模 从2020年的1.7兆 到了2023年底 是增加到了3年8兆 而其中高股息就占了1.1兆 不过接下来4月还有一档高股息 即将募资挂牌 预估整个ETF的规模 还会继续成长 台股ETF资金规模 受益人数近两年来急速增加 主要是因为ETF低交易门槛 低研究成本 而且能便宜买进一大栏股票特性 吸引懒人投资的第一步 从过去0050、0056等等 高股息挂牌后 掀起一波热潮 今年3月更有两支热门ETF 未上市先轰动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4月1号正式挂牌 成交量爆破20万张 不过股价却跌破发行价 让申购者面临迫发窘境 看到很多自救会的那些网民里面 他就拿去借钱 然后来投资ETF 因为他认为说有这样的一个价差 因为你保证8% 他觉得他是保证8% 然后你就去借一个1%或者2%的利息 然后你来做投资 就殊不知一挂牌破发 投资人可能会搞错方向 IPO10块钱 他对标是2万点的指数 所以他还是高 ETF除了杠杆星 反向型等获利类别 金融能源等产业还有高股息 半导体ESG不同主题 从2018年的100档ETF 到2024年已经有227档 其中高息ETF一共有19档 截至2024年4月2号 这些高息ETF总资产规模高达 1兆1671亿元 总收益人数达到495.7万人次 不过在丰满ETF 仍得留意追踪误差 折亿价等等市场风险 就是说你在看ETF的这个殖利率的部分 我觉得要提醒投资人 因为最近高股协ETF 它标榜就是过去三年的 现金殖利率高达8%以上 可是你去看它的 你冷静去看一下它的成分股 那去看它成分股的这个殖利率 平均都差不多在3到4% 或是4%多一些些 所以过去是从8500点涨到2万点 那你这个过程里面 三年的期间涨了这么多 那当然它去给你的一个参考值 历史的参考值就会比较高 不过随着ETF指数越来越多元 类别也越来越细之下 也从最初的被动投资 又回到盯盘操作的主动投资 存股变标股 不过专家分析 ETF的投资多半仍以长期持有 比较符合投资效益 第一个你现在就有资产很大的 你去领这个月配息 或是领最近也有很多季配息的 因为你本金大 所以你领到那个配息 其实说你就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 你要适合资金小的 必须你现在很年轻 你现在很刚出社会 你或许可以靠长期去存 这些ETF让你过上不错的生活 但是我最近就有加上不错的生活 因为其实ETF它长期下来的平均报酬率 其实要超过10%很难 投资人不论是偏好买个股或是ETF 都得做好长期或是短期投资规划 才能分散风险 大家常常会听到高枕无忧 用来形容一个人无忧无虑 可是要告诉您这个词不符合医学资讯 在一项研究发现 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会导致 自发性的追动脉夹层发病几率 增加10% 进而产生中风的风险 你现在躺这个枕头 你会不会觉得说脖子这边有镂空 翔选枕头到实体店面 亲自躺躺看 从高度 材质 软硬度等 店员都会一一询问需求 才能替顾客筛选出最适合他的款式 第一个可能会问说 你这样子睡下来 你会不会觉得脖子酸酸的或是镂空 问这个问题是要确认说 这个枕头他有没有办法 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让他的脖子被支撑 第二个是睡久了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闷热 选枕头除了材质很重要 它的高度也很关键 因为必须根据每个人的身形 还有他的脖子长度而判定 像是这一款枕头 一口气就突出了三种的高度 有8公分 11公分 还有12.5公分 提供给不同身形的消费者来做选择 每一个人他在躺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脖子有没有被支撑到 像如果是一个身形 160到150公分左右的女生 他可能就会适合我们推出的 8公分的枕头 因为这样子来说 他的脖子的宽度 刚好可以被这个枕头支撑到 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一个 170公分上下左右的男生 他可能就需要11公分的枕头 不止如此欧洲中风杂志分析2018年至2023年间 在日本一家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自发性追斗脉夹层患者 研究发现使用高度超过12公分枕头的患者 比使用12公分以下枕头的患者罹患风险高出2.89倍 而如果使用15公分以上高度枕头的患者 比枕头在15公分以下的患者罹患风险则是多了10.6倍 认为枕头的高度与自发性追斗脉夹层的发病可能有关联 会让发病风险增加10% 我们的追斗脉是通过我们的颈椎 颈椎的时候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枕头一旦睡太高 你就属于一个所谓的弯曲的姿势 就是颈椎弯曲的姿势 弯曲的姿势你的椎动脉也同时会跟着弯曲 弯曲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 那个地方比较催促 有可能就造成自发性的玻璃机会大增 比较催促的情况下 在某一些压力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自动内抹玻璃 玻璃的时候就可能影响到血而产生血栓 而产生中风 用来形容人无忧无虑高枕无忧 这个词或许不太符合医学资讯 各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 椎动脉玻璃还是要提醒大家 它是跟中风是有直接相关性的 不是说你枕头睡到高就会中风 它是会增加椎动脉玻璃的机会 那你如果没有完全的休息的情况下 你的胶感曾经受到刺激 血压持续的上升 久而久之就会增加心脑血管的一个意外的风险 所以要提醒大家说 其实晚上睡得好 也是会减少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 枕头睡得好不好 就更为关键攸关于睡眠品质 而且会影响到颈部的舒适度 枕头高度软硬度都是要考量的重点 附健科医师就提醒 挑枕头有几个方法能够参考 枕头高度要以支撑颈部的自然曲线为依据 一般来说仰卧时枕头的高度应与肩同高 也不要挑选过软或过硬的枕头 要增加头部的接触面积 减少颈部的肌肉脏力 过敌的话颈椎就会过度伸直 就会造成背部的关节力增加 跟肌肉脏力增加 如果说过高 那脖子就会弯下来 就会造成背部的肌肉被拉扯 就容易造成早上的进颈酸痛 或是绕枕 每个人睡姿不尽相同 但千万别小看 这个每天睡觉都会用到的枕头 小小一颗可是藏着大学问 铁北新闻连治就有宣传台会报道 肺癌是全世界死亡队第一名的癌症 在台湾也是发生人数第一名 对国人来说造成的健康危害相当大 最新癌症登记报告 肺癌新发个案人数超过大肠癌 成为台湾癌症之首 不少民众意识到肺癌重要性 有人会主动自费检查 有学界呼吁成立国家级办公室 落实2030年 减少肺癌过早死亡率三分之一目标 陈女士因为陪伴罹患肺癌的姐姐就医 一年半前在诊间突然咳嗽 当下医师感觉不对劲 建议马上接受检查 并安排胸部电脑断层 没想到进一步检查报告出来之后 被医师通知罹患肺腺癌第一期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陈女士很震惊 其实我没有什么症状 然后主任发现我们是家族性的 所以他建议我要马上造低剂量 陈女士她有肺癌的家族病史 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妹妹跟爸爸 都是晚期的肺腺癌 我们就知道肺癌的话 如果是在这个一等星里面 有人罹患肺癌 那本身得到肺癌的机会 也是会比一般人高 所以像这种有肺癌 高风险因子的民众 建议就要做电脑断层的肺癌筛减 以及早期诊断出肺癌 根据国界署统计 2022年7月1号至2023年6月30号 公废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的受检者 肺癌侦测率为1.1% 其中早期零级一期 个案占了85.1% 肺癌低剂量电脑断层 诊断出来病人大部分是以早期为主 所以这个的确我们是发现说 肺癌病人越来越多 但是我想不是整个 没有说一定是环境的问题 或是抽烟的问题 而是我们大家对这个病人越来越警觉 去做检查的人越来越多 自然就会发现 这个比较早期的这个问题 肺里面正常的细胞产生了异变 那成因就是主要是这样 基本上还有很多地方我们还不清楚 那最常见造成这些异变的原因 大概就是像抽烟 或者是家族死 目前这个是证据比较确实的 那另外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子 就是长期接触一些 少见的或者是有伤害性的空气 肺癌在台湾发生人数排行 位居首位 更是十大癌症死因榜首 对国人生命威胁真的不可轻忽 事实上肺癌预防效果剩余治疗 民众因减少暴露在吸烟油烟等危险因子 值得注意的是 肺癌发生率与家族病史高度相关 必须更重视肺癌家族化的问题 过去就是一半的发现肺癌的诊断的病人 就是都晚期 那晚期的肺后不佳 那存活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们是要防治肺癌的话 希望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最近看起来 其实肺癌我觉得就是年轻人 好像开始有一些变多 有一部分就是还是有抽烟的情况 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健署 有个早期的肺癌筛检计划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在满早期就被我们抓到的 那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对肺癌来讲这个肺后会差很多 肺癌危险因子包括吸烟 二手烟 油烟 空气污染 职业暴露 辐射线 肺部慢性疾病 遗传等 有抽烟习惯或家族有肺癌病史的民众 每年应定期肺癌筛检 这十几年来是 所有癌症里面的死亡率的第一笔 对国人的健康危害很大 早期发现肿瘤 在他转移出去 变成晚期之前加以治疗 医师提醒 若出现酒壳不郁 咳嗽有血痰 或是呼吸急触 体重下降 胃口变差 应提高警觉 尽速就以检查 TVBS新闻 张正安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台北采访报导 他那样说吗 我觉得 我们真的很有缘 你不觉得 这一块钱浪漫吗 我的生存原则